谭云此话一出,令得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愣,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他都伤成这样了,还战?他是不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?还是真有把握杀了眼前这五人? 沈素兵默然回首,甚是谭云的毛子里流露出深深的担忧。 谭云,你确定? 唐欣银亦是向谭云投去了询问的眼神,至于卢亦一方之人,皆认定谭云只是自寻思路。 沈素兵门下的众多弟子,虽是不想谭云再去冒险,但他们心中同时也有个声音在呼喊, 希望谭云能战,且能将五名对手击杀,为自己的同门报仇,为自己的同门证明。 同时告诉所有人,功勋长老门下同门也有越级挑战的天才。 谭云扫尸了一眼自己同门的渴望期待,又有些担忧的复杂眼神, 继而看向面前沈素兵。 弟子确定要战。 你有几分把握? 不关几分,弟子都得杀了他们报仇。 好,这次我信你。 首席,谭云说战,那就战吧。 沈素兵回手望向唐心盈。 唐心盈突然也好奇起来,谭云身负重伤,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呢? 你多加小心。 沈素兵叮嘱谭云一声后,闪身便从谭云面前消失,回到了唐心盈身侧。 这时,五名弟子手持飞剑,望着三百丈外的谭云,彼此相视一眼,异口同声。 一切上,杀了他。 五名弟子身形鬼魅,在出现于谭云四周之后,其中四人又手一挥。 一道金属性和水属性,两道风属性的剑芒朝谭云斩杀而去。 最后一名弟子口中念念有词,浑身以鼓鼓浑厚的褐色土之力滚滚而出遮天蔽日。 在苍穹之中,凝成一座高达三百丈的山岳。 由土之力凝练而成的山岳,朝谭云轰然砸落。 此刻五人都很清楚,绝不能靠近谭云,须得通过远攻将谭云生生耗死。 他们的战术没错,想法也没错,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,忽略了谭云保仇的决心。 这一刻,想到宋红的死,想到孟毅和紫燕的伤, 原本逐渐颤颤颤巍巍的谭云一声力吼响彻仙国。 都统统给我送胸陪葬。 鸿蒙神破,鸿蒙火焰,鸿蒙冰焰。 浑身视线的谭云仿佛忘记疼痛, 在蒙吸一口气后,化作一道残影躲开了轰然而来的四箭。 接着,几乎瞬间化作四道血影出现在四名弟子身前。 他左掌心的鸿蒙冰焰瞬间笼罩一名弟子, 那弟子来不及惨叫,便在鸿蒙冰焰中沦为冰雕。 猝然之间,人形冰雕便崩碎成炸。 凄惨叫声之中, 被谭云右掌心涌出的鸿蒙火焰笼罩的另一名弟子, 疯狂操控灵力光目护体。 然而,一切皆为徒劳, 只是眨眼功夫便在鸿蒙火焰中飞灰烟灭。 第三名弟子的绝望哀嚎在清晰的鼓劣声中终结, 却是谭云左手击爆了他的胸膛将他打得四分无裂。 与此同时,在谭云出现在第四名弟子身前的瞬间, 那弟子乾坤见一闪, 一根根乌黑的飞针犹如暴雨般射向谭云。 谭云小心,有飞针! 神速兵气愤地盯着那名弟子, 无耻! 这上千根毒针,每一根都是极品灵气, 尽管品阶不高,却是剧毒无比。 那弟子确信,只需一根刺入谭云体内, 谭云便会当场毒发身亡。 然而,随后发生之事令他措手不及, 但见数百根毒针宝射在谭云身上后, 谭云的身子蒙得一颤,急速变得乌黑, 但并没有毒发身亡。 开什么玩笑, 经过鸿蒙神也淬炼过的肉身可是百毒不侵, 虽说此刻全身无黑, 但却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 谭云身子豁然一阵, 插入体内的数百根毒针便骤然自体内迸射而出, 反倒是深深刺入了对面弟子体内。 在那弟子残叫之中, 他口吐白抹,当即暴死当场。 而这时, 轰然而下的土之里山风已然狠狠砸中了谭云, 山风崩塌之后便将谭云埋没其中。 谭县帝! 神速兵门下弟子, 有的哭喊, 有的目光悲痛。 尘土滚滚弥满着众人视线, 众人只见那名弟子手持飞剑, 警惕且带着胜利的笑容冲进了飞扬的尘土之中。 这次我看你死不死! 不将你们赶尽杀绝, 我岂会死! 虚弱而坚定的声音忽然响起时, 身负重伤的谭云, 从坍塌的山体内骤然穿了出来, 手中神剑金泥带着喷溅的血液斩飞了那弟子双腿。 那弟子残叫声驾然而止, 众人震惊之中, 只见谭云只手掐住那名弟子的脖子, 从弥漫的尘土中摇摇雨坠地站了起来。 那弟子被谭云掐着脖子望着颅翼, 战红的脸上充满了哀求之色, 从无声的口径就能看出来, 他在说死长老救我。 卢亦很想救, 但他知道不能这么做, 同时他气得面红耳赤, 未曾像谭云都这样了, 这五个该死的家伙还没能降之即杀。 顽中瞩目中, 谭云掐着那弟子的脖子, 颤巍巍走到宋红的尸体前, 心魔中流下一滴泪来。 宋红, 我给你和所有死去的师兄师姐们报仇了, 希望你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。 谭云说吧, 便一把扭断那弟子的脖子, 将失去双腿的尸体灌在了地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